街舞营业中开始营业了 大家好 我是叶音 请用一句歌词来形容 回到这季的心情 想回到过去 试着让故事继续 后面就是什么 放了 这个真的要放出去的吗 分别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一季的队长阵容 选手阵容和大师团阵容 选手们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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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些街舞新生代 内心OS是什么 看到他们发现我已经参加不了比赛 原来我已经31岁了 我本来以为 我很多朋友都是同龄的 结果现在他们还能参加比赛 原来事实是这样 这一季选手中 你最期待谁的表现 巴度 因为其实巴度是我们队的 然后从第一季到现在 他一直是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的一位队友 就是我们其实五年走下来 我们一直不离不弃 所以说 巴度加油 有哪些很看好的国外选手吗 日本的大神Q卡 因为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看他视频 长大 就挺巧 就我小时候在DVD店买了一个 日本的少儿街舞比赛DVD 里面就是Q卡麦卡 就我这整张片子 我唯一记住的一场 一场 就是作品就是他 结果就一路 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也跟着长大了 原来我还是比他大 你愿意付出什么 换取你的学生在这阶拿到冠军 我愿意 以廖伯的持生涯来换我学生拿这阶的冠军 前在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后 接一句新的话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浪 一带更比一带浪 怎样才可以成为这阶舞的冠军 首先一定要保证睡眠 那也就是在见风插针的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时刻吃饭喝水 睡觉走路 甚至在来这阶的路上全都要睡觉 这样子你就可以躺到冠军 传说中的躺赢就是这样 建想和这一季的选手们说什么 把自己内心的想 这虽然是个节目 但其实也是我们真正把我们所热爱的街舞 我们所喜欢的风格 我们所喜欢的自己的跳舞的样子 展现给全国的老百姓 让更多人看到街舞 原来可以这么的帅 这么的酷 这么的搞笑 这么的好玩 好看 这么的美 这么的可爱 这都是我们所有人 可以去一起去奋斗 去努力 所以加油 最后请说出 一定要看这阶舞的三个理由 因为有我 因为有你 因为有大家 耶 所以一定要来看